大家好,我是叶月 我是Meetel 我是Yuki 欢迎来到摩天轮爱乐广播电台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2016台湾阅读节涉滩初体验 请简单说出你们所感受到的问题 响应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2016台湾阅读节活动 感受到要让大家一起来阅读 享受阅读的美好 我们要走出校园 设立摩天轮爱乐狂想曲摊位 将阅读融入活动设计 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参加2016台湾阅读节的社会大众 创造全家大小共读的机会 希望各就学年龄层的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 请用300字以内详述你们实践的过程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早上9点 我们来到了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找到了学校的摊位 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首先是装潢摆设我们的摊位 海报架好 每一关的游戏和关注就定位 等老师和主任把资讯设备摆制完成 就可以开始闯关了 没想到我们摊位一开幕 闯关人潮就源源不绝 大家一阵手忙脚乱 一有问题就和老师伙伴讨论 一边做一边修正 也让闯关的流程越来越顺畅了 接着没多久 我们就遇到了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民众 他不想闯关却一直向我们索取闯关后的贴纸 幸好在几位摄员的机灵坚持下 他才没好气的走了 到了11点多 人潮仍如海啸般涌来 有一个小女孩很想走迷宫 但是他实在太娇小了 根本看不到桌面 有个摄员赶紧抱起他 让他坐在椅子上 终于可以走完迷宫 看到小女孩大大的眼睛 可爱的笑容 让原本有些手足无措的我们 松了一口气 也有更大的动力了 也有一个阿嬷要来闯关 我们立刻搬来椅子 让阿嬷可以坐下来阅读并闯关 忙了四小时左右 终于有小空档可以换班 才发现肚子在抗疫快饿扁了 就到附近超商吃午餐 再到别人的摊位逛逛玩玩 顺便看看他们的活动设计 搜集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情报 整天的活动下来 虽然辛苦却非常值得 我们学到了如何招呼客人 也知道和不同年龄层的客人 也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 更了解活动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下次有改进的方向 这真是有趣又好玩的一天 这次创意行动的历程 你们分享给哪些人知道 又是运用了哪些方式呢 分享全校同学 国资图的活动海报装贴在各班 社员的班级同学 聊天时利邀参加 路过本摊位的民众 向他们介绍并利邀参加闯关 录制参加活动历程的想法 在学校摩天轮爱乐广播电台播出